李家超的发烂诈是令很多香港人留意到 我个人认为李家超这次发烂诈是出现收养的问题 个人收养的问题 这个问题来自李家超似乎觉得自己有无限权力 他甚至超越了自己的权力 是要由警方介入调查 为什么会有人在没有登记之下 取消他中央器官捐赠明册上的资料 李家超认为这样做是破坏了这个系统 众所周知,我认为普通一个香港人 一个中学生也不会说是小学生也会知道 这个系统本身是电脑化的 当你填了一个方法 当你正式申请了之后 你的资料就会在这个系统里存在 而这个系统本身就会排队 就着你的血型、身体状况 就着你愿意捐赠什么器官 而因为你可能突然间而死亡 或者你死亡的时候 在香港的供应医务系统里面 就着这个资料库去取回一些资料 从而在本身排队 在接受器官移植的病人 或者在等病人身上 找回适当的配对 而是排队 即是有一个先后次序形式的配对 从而有一个器官捐赠的程序 这个李家超在某程度上破坏 就是会不会说 原来我当下头十位 即是排队排在 应该这么说 捐赠者在排队 另一方面接受捐赠者 希望拿起器官的头十位 譬如有A军在等一个心脏 他要是AO型 加上身体状况 原来在捐赠器官的清单上 刚好有一个A军 他刚好是明天死亡 刚好是明天死亡 但死亡之前 他按了键 取消了自己的名册 结果他明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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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了 接着就是因为捐不到器官 给排在等待器官的名册首位的病人 这是明天的事 即是说今天这个活人 他自己申请在名册上取消 明天他才死亡 其实他也没有破坏 因为根本在人需要器官或死亡 他基本上都不在名册之上 第二个状况 就是A军根本不在明册之上 不在明册之上 他申请取消明册 最多就告诉他 你不在明册之上 因为对电塔对电脑之后 是没有这个资料的 理论上应该是电子化 应该是电脑化 自动化的程序 无论出什么信 做什么通知 应该是电子化的 除非你说你配对成功 你是一个本身是一个 刚刚走了 而有人需要器官的 可能有关卫生署人员或衣管人员 就会通知 联络你的家人 即死者的家人 去安排器官移植 这可能会人手操作 如果你是本身在明册上取消 或者你不在明册上申请取消 理论上就不会破坏系统 也不会破坏器官移植的整个程序 所以李家超昨天发恶地说 就认为如果有人 明明不在器官移植中央资料的名单上 而他跟着申请取消 他认为这样的破坏是完全说不过去的 这是完全劣等的批评你 好了 他更加进一步说 是因为警方进入调查 警方凭什么有一个公权力去执法去调查 究竟这个是没有在明册上 而愿意主动取消的人 究竟他有什么犯了什么罪行 没有犯任何罪行 就算国安法也没有犯到 他不是因为他去取消他的明册 或者他不在明册上而申请取消 他就破坏了香港政府的施政 他没有 整件事就是他不在明册上 你会自动回复 你不在明册上就不可以了 就算你没有这个程序 或者之前没有这样的案例发生过 你立刻找一些电脑专材 写回一个附加程式 如果核对完之后 这个人根本就不在中央明册上 那就出封信给他 你不在明册上 也顺便提出 如果你们想加入这个明册 你可以在下面的网址填上一些电子表格 我们可以加回明册 这样也可以 其实很简单 政府多花几元去寄封信 或者在电脑系统上 可能几元出封信 十几元的钱不是问题 我觉得这个问题在于什么呢 第一 中央的捐赠明册 不是公开资料 不是说任何人 就算有了一些政府的认证 就是说有了政府的电子认证 他就可以在中央资料库自己查阅 自己是否在上面 或者自己在上面 是否在上面 究竟取得捐赠什么类型的器官 因为它有猛膜 心脏 肝脏 肾脏 肺部 有不同的部位 可以捐赠的 它不是全部一次过取得 即是说政府根本没有一个互动 这些方法 是令市民可以去查阅自己在明册之上 又或者自己在明册之上 愿意捐赠什么器官可以改动 即是说本身政府没有给公民 或者医管局或者卫生署 根本没有给公民去查阅 当然有一个电邮和热线电话 但是昨天记者有报道说热线电话是打不通的 电邮也满写了 即是说很多香港人可能在他尝试申请取消之前 他尝试过打电话或者出电邮去确认自己在明册之上 但因为不得要拧行 所以他就先申请取消 这个很简单 因为一个正常人 不会知道跟着自己下一秒 或者下一个小时 或者明日 或者下个月 究竟仍然可不可以再世 因为这些是可以有意外的 简单说 李家超所说 尤其是李家超所说 尤其是李家超的思维 他做过警察 做过警队高层 他的思维竟然认为 就是警方在这种情景之下 即是说市民 他要求退出这个器官捐赠的中英明册上 他认为这是有刑事成份 认为警方有权力去调查 认为警方有权力执法 这个问题是来的 即是说李家超的脑子里面 他有一个警权无限大的态度 他认为警方是他手上的一个工具 工具不需要管理法律系统 不需要问过他的幕僚 不需要在李家超的团队里面 包括特首智囊团 包括其他幕僚 其他部门 甚至乎不需要问过律政署 他就随便自己想到 就自己立刻说出来 就是我叫警察去调查 我要警察去调查 好了 叫警察调查某程度上 即是告诉市民 公开告诉市民 这是一个压力 就是说如果你是不在明察之上 而你够胆按键去申请离开 我可以叫警察调查你 这就是在恐吓中 或者在给压力给香港市民 在按键的时候 其实是有所是一个规限 或者是有所压力 如果是这样 其实李家超不需要出自自己的口 他在网页上 在网页上 当你第一次按了取消键 接着就弹出一个招呼 叫你拿回一些计划 包括你是否本人按 第一个是否本人按 第二个 是否你确定自己的明察之上 第三个 如果不确定自己的明察之上 你有以下途径 可以先查阅你在明察之上 再按键 究竟是否还是确认 用这个方法也可以 又或者甚至有一些警告性的字句 就是说如果是过多的投医的一日申请 可能会令到电脑系统过于负荷 而令到电脑系统 执行中央明察时出现问题 就是有些警告字眼 问了他 警告了 你是否仍然按一个按键 去继续取消你才实行 其实已经在行政上解决了 不需要李家超出来吓人 某种程度上李家超这样说 其实可能是一个高章的 是一个高手高招的方法 目的就是在1月到现在 即是5月 原来有5千7百多人申请脱离明察 当中有一半左右 在明察之上有一半是不在的 因为这样 所以李家超就发愕了 但是这个趋势 这个数字 其实令李家超很尴尬 而且李家超觉得很耻辱 就是他去推行一些政策 推行政策背后的Gender 可能是李家超或者是劳宠谋 或者是政府某些部门 和国内某些单位有了共识 有了协调 有了商讨 他因为觉得成熟 觉得对香港好 所以想摆下来送行 就是对香港实行一个新的 在法律上 或者机制上 或者在程序上 实行成为香港的一个公认程序 好了 问题来了 如果李家超真的这么做 而接着有香港市民有反应 接着认为这样是不行的 我们就宁愿不捐 因为本身捐的器官是出于自愿的 如果今天我是自愿捐 明天我有一个改变主义 决定不捐 其实是自然的事 没得改变 你不是硬性规定 在这样的情况下 李家超会觉得 我在实行这个政策 即是实行了和中国大陆的某些部位 或者某些权力核心去谈过的话题上 原来香港政府在杀人上是出问题的 是没办法很效果地杀到的 甚至当他尝试杀人的时候 是引起一些市民反应的 这一个反而觉得周始的一个 其实是李家超 因为他在推行这个政策 或者他下面的官员推行政策的时候 是没有得到香港市民的一个共鸣 好了 稍后讲共鸣那里怎么来 好了 现在我们讲一讲 李家超的态度就是 喂 不管我总是一觉得不合心意的 你弄到我觉得尴尬 或者令到我觉得羞恥的 或者你自己觉得羞恥的 我立刻就叫警察来查你 即是说 在李家超作为特首 即是说他由警队上升了上去 就是保安局 由保安局局长做了这么长时间 接着再做特首 在整天的历程里面 他已经脱离了警队 也脱离了保安局 是他的特首 level 他仍然在脑子里面只想一有事不对劲 或者一有事不合心意 我就叫警察查 即是说警察变成他的工具 而不是一个根据法律去执行法律 或者执法的一个部门 这是离谱的 如果这个程序 即是说有人压制去撤销 他自己在他的决策里面 而刚好那个人不在决策上的名单上 如果这是刑事罪行的话 根本就不需要特首叫 本身警队就会自己进行执法 警队也会留意法律系统里面 究竟有没有警队的权力 是受到某程度上的侵入 又或者甚至乎在警队的权力之下 在执法权力之下 有一些案件发生 如果这样警队自己会执法 不需要李家超叫 李家超公开地叫第一个 某程度上可以逼使或者吓到香港人 不去按取消在中央名则上的按钮 第二可能令他没那么尴尬 没那么羞耻 就是在推行政策上想得不到市民共鸣 好了 就着推行政策得市民共鸣 我想讲讲习近平的思想 虽然很多香港人未必觉得这关香港人的事 不过我粗略讲讲习近平的中国特色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资助思想 其实他的意思是全部是以民为本 很简单 这样讲完了 很长 很多篇幅 很多内容 里面其实中心的核心 就是以民为本 以民为本的意思就是为政府的施政 政策的执行 政策的蕴酿 本身也应该看到市民的痛点 为市民将来幸福而筹谋 大概是这样的意思 就是说所有工作所有政策 理论上核心都要令市民感到幸福 每个人感到幸福 好了 就是说如果香港政府觉得 是现在香港器官移植的名策 和排队系统 和中国大陆的排队系统 互相有协调和互助机制 这样做是对两个地方都有利的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们可以看成政府一个良善的政策 如果政府一个良善的政策 理论上政府应该在推行方面 应该有足够的办法 足够的渠道 和足够的说服力 去说服香港人接受 和解释给香港人听 这个安排有多好 我们看看整个情况 这个情况是在2022年12月17日 在那天之前 其实劳宠某已经在说 是和中国大陆 是就着器官移植 是交换一些意见 在管理上 行政上交换意见的事 好了 我就不明白为什么李家超 是这么发烂炸 简单说 李家超好 劳宠某好 作为一个主事官员 作为一个重要的官员 他有一个职责 是去以民为本 就是习近平的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思想的核心 就是以民为本 民为归 就是当他一个良好的政策 想推动和酝酿的时候 他不单是要在建制派之间 像做戏一人等一句 好像是一个好好的剧本和铺牌 令到香港人接受 不是这样的 他应该是去开城报公 应该坦率地和香港人去讨论 去公开讨论 从而去贸求社会共识 只要这个一定是一个优良的政策 是对香港好的话 我不相信在公开讨论和辩论的过程里面 是会输给一些妖言滑进的言论 好了 如果李家超昨天发恶 他就认为中港在器官捐赠的互助措施 或者协议是有利于香港 亦是win-win的大好事 即是双赢的大好事 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根本就无需担忧 同名的待遇 或者选择房屋 或者137区填海一样 你根本就不需要避开 不需要找建制派去拉一派打一派 不需要的 你只要开成报公 和香港人公开解释 公开讨论 其实最终你的道理是 如果是正确的话 一定赢回所有香港人 然后赢到民心 不需要偷偷摸摸 不需要找郭佩凡出来 偷偷摸摸地说 要把香港人自愿捐赠器官 这个本来的安排 改为默议 也不需要无草谋 狗不狗出来 就是说我现在和人恨常化了 我快要走 大家有心理准备 到时不要反对 我就用国安法来压你们了 不需要这样 又或者我们看回香港政府的国安表现 明格带罪 你看到就是这个林刊豪 是完全没有讨论 和完全没有咨询市民的空间的 他只是找业界 一些既得利益者去谈 既得利益者会觉得 我现在有大生意做 自然会支持 又或者解药房屋 就算启德居民强烈地反对 我们看到我们的局长 仍然是不会理会的 仍然霸王眼上攻 这些完全是违背了习近平的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当中 一个核心的概念 就是以民为本 是完全违反的 即是说现在这帮香港公官局长 甚至李家超 根本都没有好好地 执行北京本身给你最基础的意识形态 好了 李家超在这件事发愕 其实他应该检讨自己在 早自2022年10月17日 这个成功移植案例开始 不要好好利用这个案例 不要好好地 开程报公和香港人讨论 或者他觉得这个案例之后 是努力新年 不想说有关死亡 或器官捐质 但到了3月份 当劳宠又出回来说 在器官移植方面 和大陆的合作协助 是会恒常化的开始 为什么不公开一点 和香港人讨论 为什么不做公众咨询呢 如果你在香港的18区 都是做一个足够的公众咨询 足够的人员 足够的香港人给他意见 也可以利用这些咨询 去解释给香港人听 香港人想的谋虎 又或者实际的情况 比如我刚才所说 就是我们如果和中国大陆之间 有器官互助这个协议 究竟香港人会是得益 还是说香港器官反而会捐责到中国大陆呢 会不会导致香港 在一个名刹上没有那么先的 就是排位没有那么高的 譬如他只是排在第二位而已 因为程序写明 在头一二位都不会拿到器官的情况之下 就会把器官捐责到中国大陆 第三位的人感是否公平呢 这些其实 正正是香港人要知道要讨论的事项 又或者虽然 当我们认为 如果是活摘器官 不是活摘器官 对不起 如果器官移植 本身在你摘取器官的时候 器官是有时效的 不能够太长时间的 也就是说 接受器官移植的病人 以及捐赠器官的将死的人 是将业在附近的 在这个情况 会不会移动了一些将死的人呢 香港人如果器官要被拣选捐赠的人 就要被移动 要把他们搬到广州或绍兴 去等器官移植顺利呢? 这些都是令到香港人 需要觉得是讨论的地方 政府是完全没有讨论空间 完全没有讨论余地 是一意孤行 认为我和中国大陆 实行一个器官移植的互助协议 当中牵涉法律层面 你等法律 等立法会 或者是排队系统的层面 这个是没有公开的 对不起 我都不告诉你 但究竟是什么机制呢? 总之是有一个协议 但我不会告诉你 你的器官或大陆器官 为什么会来香港 为什么大陆没有人排队 或者香港器官 为什么香港没有人排队 为什么要搬到中国大陆 在排队过程里面 为什么第一第二位没有的话 我不给第三位 好了 即是说器官出来了 第一位的不适合协议 第二位的不适合协议 第三位的不适合 我都不给了 因为我的系统说了 第一二位不适合 就立刻把器官送走 等于等于大家可以怀疑 当时我也怀疑 在中国大陆这么多人口 在广东省一亿人口 超过一亿人口 香港只有六百万人口 在香港出现一个器官移植的案例上 或在需要器官移植案例上 香港绝对是 香港绝对是 廣东省绝对是香港15倍以上 因为人口15倍 在这种情况下 为什么会出现一个 在中国大陆的私心状 即是说刚刚死了的四岁小孩的心状 在广东省找不到適当配对 我这个就莫名其妙了 而在香港找到 而香港刚刚刚有适合协议 我这个就真的觉得很怀疑 好了 这个怀疑也好 或者是一些需要讨论的技术问题 包括你在临死之前 会不会被移动去一个第二个地方 去方便器官移植 令到你的亲戚朋友 你的字爱不能够陪着一起上路 又或者就是我的器官移植系统上 为什么我查不到我的资料 为什么政府不开放我的资料 最少让我认证了我个人 真人的情况下 我可以看回自己 究竟有没有签过器官移植 这种种 其实香港政府 都还没做好自己的工作 在还没做好自己的工作之下 在北京要求香港管治班子的知识形态 就是刚刚在中国大陆推动 就是重新学习了 这是几年前出来的 就是习近平的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这是以民为本 以民为贵 人民作核心的一个意识形态 为什么香港政府官员 包括我们特首李家超 都完全不能领悟和掌握呢? 为什么李家超昨天要出来 穷空凶恶地说要警方加入调查呢? 我相信李家超仍然可以修正 杜宠某也可以修正 李家超其实可以出来哄香港人 去解释昨天他说的说话 为什么他觉得羞耻 为什么他觉得香港人不好 这么容易禁止制 为什么会破坏系统 他出来说清楚给香港人听 我相信香港人明白事理的 绝对不会害人的 就算不做一个对自己有利益有关的事 也不会做个害人的事 在这样的情况下 自然解决了李家超觉得破坏系统的情况 另一方面 如果香港政府觉得 捐赠器官是这么大路的 这么正路的 这么坦途的 这么光明的事 又或者捐赠器官当中 香港和中国之间的互助是这么光明的 建制派是最喜欢的 这些是形式主义的 既然这件事是中港的合作 既然这件事是中港更深层的合作 既然这件事是更加打破中港格幕 既然这件事是这么光明这么好 这么幸福的 这么大爱的 为什么李家超不带同所有的主要官员 常被香港政府的高层人员D8以上 再加上立法会的90个议员 再加上行政会议的十几个非官首成员 再加上非政府组织的老领袖 香港政府特首委任的一些重要人物 例如港铁主席和港铁的一个CEO 为什么不叫这二百多三百人 一起做一个大龙凤 在体育馆里做一个大龙凤 做一个器官冤阵宣誓大会 就是全部这达官贵人 包括拆政府鞋的富豪 比如新世界第三代领导人 就是约翰章 譬如找他们来 几百人去公布做一个器官捐赠 大家一起签方 一起落物无悔 签了他 不准后悔 不准协捉 立刻上了明冊上面 当明冊多了几百人 你没有了六千人 六千人当中有二千多三千人是真的 你没有了三千人 立刻加上几百人 或者几百人再感染到几千人进去 你就可以解决问题了 李家超就不需要觉得羞耻 不需要觉得恥辱 简单说 就是为什么不敢做呢? 我就不知道 帮你没有了 只要看就能行 我的店 他就会试图 真的 明天 IG 这 不是